堡里职业新赛季终于来了 但是你看 这是什么主题 完完全全的日式风格 还有这太刀 酷虽然很酷 但是 这还是个设计游戏吗 还有这个人是不是很熟悉 没想起来的同学继续看 熟悉了没有 哎 这不就是撤退的耳吗 这都行 这个赛季看起来很爽啊 所以这赛季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视频 那么老规矩第一期视频从记卡开始 这赛季的记卡看上去就两个字 炫酷 咱们挨个看一下 像壁纸这些杂七杂八的咱们就不看了 第一个稿子就很酷 流光溢彩光污染 有种霓虹赛包朋克的感觉 看下一个 巨牌子 这个姿势不是犯罪费子用的吗 但是是锤了 小鱼膏身高1米8和我一样 一个枪皮 这个枪皮感觉很不错 也是流光溢彩的 再看下一个 一个普普通通的方块被试 这个皮肤有点特色啊兄弟们 沙马特面具人 有点机车党的感觉 再看下一页 这是个骷髅滑翔伞 也不算骷髅啊 应该是个头盔 还是很炫酷的 接下来还是一个盒子 不过是白色的 这个白色的感觉更高贵一些啊 一个降落轨迹 这是上一个皮肤的另一种形态 从沙马特上升到贵族了呀 OK再看第三页 这是一个稿子 这是唱片稿子吗 咱们看滑翔伞就知道了 这个滑翔伞和这个稿子是一个东西啊 这应该是个滑翔伞吧 接下来是个枪皮 粉嘟嘟的非常可爱 那么接下来肯定是一个大美女了 呃 这个像个小黑妞啊 二次元小黑太妹 我知道你们都会喜欢的 下一页 还是这款皮肤 这是个鞭子吗 哦不是啊 我还以为拿上我的小皮鞭呢 一个颜色苗边舞 接下来是一个背试 普普通通 然后就是小黑太妹的另一种形态了 感觉上更酷了一点 然后下一页 这是个稿子吧 这是什么稿子啊 哇 这个摩托车很酷啊 哇哇哇哇 但是我发现这个皮肤更酷啊 这是一个蜥蜴人嘛 哇 这应该是个原创皮肤吧 应该不是联动 你们觉得呢 接下来是一个光污染的背试 这玩意谁背啊 这么显眼 接下来是一个 刀 厨师刀 搞不好这个蜥蜴是个厨师啊 专门做蜥蜴大餐的 这个枪皮不错啊 虽然没什么特色 但是好看 这个皮肤 这是长了白电风的蜥蜴人吗 还是纹身的蜥蜴人啊 下一页 终于到这个钛刀了 这个钛刀很酷啊 但是感觉手感的话 应该不怎么样 接下来是一个滑翔伞 这是个陨石滑翔伞吗 小恶魔陨石滑翔伞 还拉了个背试 这是一朵灰烬之花 赶紧看看这皮肤 这个装扮 你确定没有参考中国的白菜白价 不过还行啊 确实比较帅 下一页是个滑翔轨迹 然后是个枪皮 这个枪皮不错啊 感觉有星辰之力隐隐流动 还有这个钛刀红色的 更帅了兄弟们 这个皮肤也呈血红色了 真的是邪恶力拉满啊 下一页 一个普普通通的背试 没啥意思 然后是一个 毫无亮点的枪皮 也没啥意思 不过这个滑翔伞 还有点意思啊 飞舰 现在预舰飞行 也传到国外去了 看看它属于谁 这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呀 普普通通吗 看下一页 日式招牌动作 不过这个配乐 让我很不舒服啊 有种非常邪恶的感觉 这是一个双刀 没啥意思 以前出口很多了 然后是 这啥玩意儿啊 天狐吗 这是邪恶版天狐吧 加上这日式风格 怎么感觉这么邪恶呢 下一页 这是一个霓虹小兔子 很可爱 然后这是 爪子全套 就是这个造型 看上去有点弱啊 这是黑兔级女狼 我感觉应该有很多兄弟喜欢这个类型吧 好 下一页 一个下落轨迹 中规中矩 一个滑翔伞 也是中规中矩 接下来是一个背试 狐狸吗 这是 果然是 这是狼还是狐狸啊 这 应该是狐狸吧 然后下一页 是个平平无奇的枪皮 再然后是一个背试 日式背试 接下来是一个采集稿子 居然是扇子 这玩意儿 感觉很没劲啊 铁扇公主吗 这是 你还别说 感觉这手感还不错呢 然后就是 铁扇公主了 没啥可说的 就是一个日式风格的 这是一个 它是啥 你们说了算吧 咱们看它的滑翔伞 哟 还挺帅 然后是一个下落轨迹 最后看一下最终的皮肤 哇 挺帅啊 从日式风格变成了未来风 最后再来看一下联动皮肤 这次联动的是 进击 阿呸 撤退的矮人 这是个背试 大家知道是啥吗 好像是一把钥匙啊 然后就是 动作 看过动漫的应该都知道 这是一个 巨人的拳头 这个搞得不错 还有效果 然后接下来的是一个 枪皮 枪皮也很有动漫特色 咱们最后来看一下皮肤吧 怎么感觉 瘦了巴基的 大家感觉这个埃伦还原的怎么样 宝里之夜在还原联动人肉细节方面没得说呀 好了 这就是记卡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首生再见 不要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